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 赤分别指绿色 紫色和红色 我们最熟悉的像红色的番茄就有所谓的茄红素 橘色的像南瓜像红萝卜像芒果就很丰富的叫做β胡萝卜素 黄色的像玉米像柳丁就有丰富的叶黄素跟玉米黄素 那绿色的可能就像一些奇异果啦柑橘类的柠檬就有丰富的维生素C 那白色像洋葱大蒜有丰富的硫化物 然后最后黑色或者我们讲的叫做紫色 就是像蓝莓像樱桃像是葡萄籽 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 五色中的花青素 茄红素 玉米黄素 维生素C 硫化物等都是非常好的抗氧化剂 能有效对抗空污或是油炸烧烤食物所产生的自由基 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 工作繁忙的外食族不见得能参餐摄取到各色营养素 营养师建议从日常生活中容易取得的食物着手 先吃这几种颜色 如果没有办法真的摄取到这么完整 这么多颜色的时候 我也提醒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来摄取橘色 红色跟紫色的食物 橘色呢就是像红萝卜 像芒果 像南瓜 那红色的食物就像是番茄 像是甜菜根 那紫色的食物就像是樱桃 葡萄 桑胜 据观察 国人饮食习惯较容易忽略的营养素为 代表花青素的紫色蔬果 营养师也提醒 颜色越深的蔬果 拥有越高的抗氧化能力 不妨从今天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 迈上更健康的彩色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